大型郭台铭背板桌椅音响整齐就位 备站联署郭台铭北市东区联署旗舰站18号开张 团队也扩编电视台主郭当新发言人 中选会在稍后会给我们联署出格式的那一张纸本 然后印刷厂印出来再分送到各地的站点 所以虽然法定的联署开始日是今天918 但我们实际上的真正能够让民众签署的应该是919之后的事情 万事俱备就等中选会联署隔世出炉 郭板才能一声令下 但已经有郭坟等不及报着身份证来报道 来了才知道说今天还没有开始 对我来了才知道 但是我并不并不觉得会走冤枉路 我只要能够挺郭台铭 19号起六都大型联署站陆续开张 其余地方县市仰赖地方议长里长系统帮动员 拼120万份联署郭家军整装待发 但是前一天郭台铭却喊出 自己总统只做四年就要退休 难道是在跟侯友宜和柯文哲喊话 只要让大哥做四年 我觉得这有一点点牵强 这很单纯的 这没有那么多什么政党顺计的考量 但郭振英眼前烫手山芋 是副手赖佩霞的各项争议 尤其他在开设的个人心灵课程网站中 提供心理资商师各项服务 遭职仪式无照同业 李敖女儿李文更说 他已向台北市卫生局检举 还说赖佩霞悄悄更改官网上的介绍内容 我们有时候脸书贴文 这也是个公开发布的 那有时候改个错字 难道他也要去检举我们的脸书贴文改错字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好像有点 搞不太清楚状况 我从来没有在台湾做任何心理师的事 大家看到这个上面的费用 我在做的工作就是高阶领导人的培训 脸皮侠脸说po出澄清影片 但想直写恐怕还是得亲自站出来 面对社会大众 今新闻林成立家线财报报道